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觉得自己胖啊什么的那一定都是相机的错 现在只能靠PS来还原我们的美貌 所以今天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自拍还有P图的过程 我平时自拍都是用手机 我每次看别人的P图教程 什么修图啊两个APP 然后调色四个APP 拼图又再另外用一个APP 我就喜欢简单粗暴一点 我的手机里面只有一个美图秀秀 在打开相机之前 你一定要观察周围的光源来自哪里 尽量用一个从正面来的光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户外的那个日常光 其实是一个从上往下的顶光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顶光 这样的顶光下面其实眼带还有法令纹都很深 感觉整个人就很没有精神 瞬间苍老了十岁 当这个光源移到前面的时候就会好很多了 最好是用一个这个前方斜角的光源 这样这边还会有个鼻影会显得鼻子比较立体 这样子的光线其实是最好的 我经常拍照的地方就是窗户边上 还有车子的前座 那个位置的光也很好 如果是自然光的情况下 夕阳的时候光应该是最好的 在夕阳的时候你就把脸面像太阳 那个皮肤质感绝了 找好光源以后就可以开始拍了 我建议大家尽量用原相机来 因为这样子可以保留足够多的后期空间 首先打开美图秀秀 进入人像美容 选一张好看的照片 真的拍的超多 不要拎色你的快门好吗 一定要拍超多 百里挑衣才能选出那张最好看的 就这张吧 先瘦脸瘦身 我觉得瘦脸瘦身一定要适度啊 毕竟人吧 还是要按照他那个骨骼去液化 液得太过了可就不好看 不漂亮 看这就很加厉害 这边头发有点塌 因为我这个相机我总觉得它有点广角 每次拍照吧 我都感觉我的头有点 就是这边头顶特别有点那种 我们常常画叫霸楼口 有点霸楼口的感觉 我想把霸霸楼口一手来一点 我看三颗漂亮一点 你看出现了看到了吗 真的是你后拍照哈 自拍哈 尽量避免背面出现一条直线 真的会影响到你的液化 然后这个美图书书里面有一个放大眼睛的功能 我不太喜欢直接放大眼睛 我一般就是把眼睛 把眼尾拉长一点 这样整个人看上去会更有气势 然后呢 看我的眼线没有画质 搞平衡 毕竟 毕竟还是没有什么过去 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我们眼线的画质 变化完了以后 做另一步 去痘 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 只去痘不抹皮 尽量保留那种最原始的皮肤质感 就是让观者看到这种很真实的状态 人家就会觉得 你本来就长这样 就不会觉得你有皮股这样招片 像这种唇角啊 还有鼻子 下面不是有一点黑不 就用 我一般喜欢用那个 这个去黑眼圈 去黑眼圈来去一下这种有点黑的地方 应该是我今天唇毛没有剃感染精 最近上课嘛 很久没有照顾自己的脸了 小毛毛都长出来了 这样就漂亮多了 这个修容笔很好用哦 我很喜欢用它 就是有时候脸上会有些局部的肤色不菊嘛 你可以把这个强度调弱一点 然后用这个白色这个颜色去涂脸上有一点黑的地方 重点是把下巴还有鼻子可以搞亮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面中是比较平的 所以我一般会用这个高光的鼻刷 把我的面中提亮一点 然后接下来用这个红色 也是调到很弱 把我的腮红加重一点 这样皮肤质感就会好很多 有没有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皮肤质感 漂亮 好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不要去磨皮好吗 你把那个皮磨得像鸡蛋香真的很假脸 然后这张照片就皮完了 进入美化里面就可以调色 先来叠一个滤镜 在这个滤镜里面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滤镜 电影里面最后面这个 这样看虽然很夸张 先把磨皮都去掉 不是磨皮 就是先把这个美颜去掉 然后这个滤镜稍微入一点 一般我喜欢开到30%左右 这是一个有一点复古的滤镜 我最近很爱用它 然后把增强打开 把这个锐化开高一点 这样照片看上去会更清楚 更有质感 我最近发现一个 比较好玩的新功能 这个魔法照片 哇哦 这个真的是 好少女啊 这是美图修修处的新功能哦 你看还有水母哦 可以和水母一起共舞 绝美水母在线共舞 你别说 这个滑瓣的特效还蛮酷的 如果我是穿着粉色的衣服就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的自拍小窍门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的那个地方给我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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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